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 又来到《华山伦世》节目 今天又是与刘兰昌和大家在这里见面 今天我们想讲一下中东的形势 不如你讲讲中东现在打成如何 你怎样看现在的形势 去到什么位置 跟着下来会怎样 中东现在主战场搬到尼巴里南部 加沙地区基本上是平静 哈马斯现在新的领导人 即是申亚尔被击杀了 到底对申亚尔是怎样去评价呢 现在国际媒体上的网民就议论纷纷 很多网民就说 将它比喻为以前的古巴的银行 捷古华拉 即是说它是一个反抗的银行 但是大家都知道 去年12月7日的阿克萨洪水行动 由它主要策划 这次激怨 很多人说以色列将哈马斯的主要策划 阿克萨洪水行动的领导人都激毙 是不是这边哈马斯就完全搞定了呢? 但是又不是 一个问题就是 你觉得我打死你了 我就赢了 但是底下那些是否愿意停火不打呢?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 以色列已经让我看到的一件事 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 我们对事不对人 这个很重要 对事不对人 大家都要做那样东西 但不是说personal 不是说你对人 但现在就说我当你personal 但你personal的话 别人又personal 所以你看到 纳塔尼亚湖的家里都被人炸了 没错,没炸到 但是接着他说真主党哈马斯 你说他是恐怖组织 他是不是觉得你既然杀人 现在是对着我们对着个案 我是不是又对着你对着个案 你家人又怎样呢? 炸你的时候炸到你家人又怎样呢? 你将来推下来的时候 是否就此算数呢?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我觉得以色列走着一条 即是不归路 是一个很恐怖的不归路 去到差不多的时候 你今天还是很厉害 你仍然在赢 到有一天你输的话 是不是真的没有事发生呢? 所谓对事不对人 或者对人不对事 实际上是描估了现在以色列最主要的军事 对事也对人 军事动作 他就是斩首行动 其中是把哈马斯的所有领导人一个个灭了 然后呢 真主党的第一代第二代 现在差不多 四十几个都搞得差不多 但是是否意味着他就赢了真主党呢? 我自己觉得完全是不可能赢真主党 因为实际上真主党 他现在包括很多外面的军事专家说 现在实际上不论是哈马斯也好 真主党也好 他的战斗是平面化的 他的平面化的意思是 即是中国以前的游击战 我三个人一个群体 其实我这个AA游击小组和B游击小组 可能我们大家都不认识 但我们共同的敌人 以前我打日本人 我就是对着你 我们现在实际上就是一个平面化的游击战 你将那些领导人消灭了 那是新的 升上去 而且很多小兵 二十多岁的 说不定他 纵狼上面的那些 他还不能打 他就升上去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如果你看中东的战争 你现在又说得很清楚 我现在就会攻击你军事的基地 不打油库 即是铲油的设施 亦不会打你核能的仓库或核能的设施 但我打你什么呢 又是否去到一样东西 又是对哈马斯 对真主党 杀人为主呢 你完全不知道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一打的时候 国与国之间 是否以色列和伊朗会更加打得很厉害呢 所以布林肯就走到到处说 第十一次 第十一次 但是有没有用呢 基本上我怀疑 基本上没有用 因为你按不住自己的颠狗 现在实际上是皇帝不急太严急 实际上是美国是最急的 因为很简单 如果中东有一天突然间出来说 大家停火了 不用打了 我相信 赫锦麗立刻倒转头 可以赢到的机会是大升的 但是直到今天为止 只要中东的战役没停 俄乌战争未停 何锦麗都是略略在这个劣势之中 因为现在美国的政府是这样打 到你做的时候 你是不是还加码还是怎样 现在大家看到就说 不是啊 Donald Trump在说是和平的 如果和平一些 大家可以少给钱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以色列和中东、伊朗、真主党、哈马斯 有没有办法停下来呢 我真的很怀疑 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美国是最怕什么呢 就是两场战争 包括其他战争都混在一起 伊朗其实是参加了 黑山的金串会议的 帮普京有密谈的 到底普京是怎样保护伊朗呢 伊朗方面又怎样支持俄罗斯打俄夫战争呢 这是一个谜的 另外现在又传 朝鲜方面又派20万多的特种兵要去参加 那你信不信这件事呢 真是说真话 为什麽派特种兵去呢 有什麽作用呢 北韩就说不是 但其实美国佬说出来 其实都应该炒得出的 有料到的事 我自己是章信章疑 这一万特种兵所有的评价 我自己估计他的战斗能力 是一个打三个的 打这个乌克兰军队是一个打三个的 他特种兵嘛 而且长期经过训练 回头来是坎头的 那一只来的 是很有战斗力的 而且他是承建制的 所以在俄罗斯他自己觉得兵源不足的情况下 而且这个有大量的欧洲的僱傭兵进入俄国战场 他说我同样你可以用僱傭兵 我亦可以用外国僱傭兵 一样而已 道理上是一样而已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真是两场战争就混在一起了 越来越乱 因为大家不可以不看 如果在韩国 在朝鲜和韩国南韩之间 究竟会不会又产生一些擦枪走火呢? 如果是美国就麻烦了 三面作战 我们不是说美元 只是身体的战争是三岛 你真是哪里都不用去的 在这个场面下 对于美国来说 他自己觉得是不符合他的利益 实际上第一个是很可能失控 因为失控以后形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甚至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都升级 如果到这个情况下 其实对全世界都是灾难 灾难 肯定是灾难 但是没办法 大家在香港 可以看、谈、谈、谈 但是你有什么可以做 你什么都没得做 我相信这些东西又要 中国出来是要做一个和平事者 大家按住 不要呀 不要动呀 不要动呀 现在到今天 唯一一个国家 是真的可以个个都有论谈 中国 这些东西 就是国势的声势 一定是很厉害的 大家很多人说 现在世界的形势 可以用一句话来说 这个概括就是两场战争 一片绿洲 绿洲在哪里呢 就是中国 所以成人有很多阴谋论 美国成人不递得 一定要在周边搞些东西 例如在朝鲜半岛搞些东西 在台海搞些东西 一定要让中国有些难受才行 但是有这样说 如果你要说回 因为我老婆开港 特朗普已经说明了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的时候 美国不会参与战争 是 我们最多就是做什么呢 关税 罚你钱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赖清德是不是要磨骨 周兄 我的理解是 特朗普等于可以卖台湾 就是用台湾交易 加税就加8亿100 如果8亿100亿100亿美元 中国说 我收款台湾 付10万亿美元 都值得 可以值得值得 但没有人会真的付钱 老实说你加关税 那些货就不离 离开的话 都是你这些美国人付钱 都是找来说的 你说我加关税 其实是不通的 哪有得通的 你不跟中国做生意 那些货货运来香港 香港也不行了 运来泰国 又运回泰国 没有关税收 其实说来说去 做商人 基本上是关掉这些 拱路去做生意 你这样做 是伤害不了中国 真正来说是伤害不了中国 但无论如何 但有趣的地方就是 如果下一任美国总统 是特朗普的话 而特朗普是不会为台海而动军的 一定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大家整个世界形势又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 中国现在希望周边稳定 我就继续去发展生产力 实际上现在 中国的工业是全世界摆第一的 全体是这样的 而且现在在半导体方面有大突破 实际上美国卡中国真的没有什么好卡到 所以未来的形势是非常有利的 今天我们在谈中东 说了什么 胡克兰 又谈台海 其实代表了什么呢 其实这段时间 其实还是很多朴朔迷离 大家都在等着 美国总统 一选出来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看 谁是候选人 谁是候选人 背后的理念是如何的 然后跟着才可以再做些分析 然后再一个过几星期就选 如果你现在还在说 比较上很难看到跟着是如何 我们再等多些时候 再看看 究竟是特朗普赢 还是何锦麗赢 何锦麗赢基本上是一个大问号 因为他未必只跟着拜登走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特朗普反而是明确一点 但是他说的明确 但他会不会瘋呢 大家就不知道 在这里很难说 不确定识 不确定识非常之高 但无论如何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为止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谈谈 美国总统最后一个星期 有什么最新的发展 好 说到这里为止 拜拜 拜拜